重讀经典 恩典在现 重读传道书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我的份额 作者 谢霆博士 声演 TK 经文来自《环球圣经》译本 传道书 二章 十节 我眼所求的一切 我都不禁止 任何欢乐 我的心都不拒绝 我心在牢骆中欢乐 这就是我在一切牢骆中 所得的份额 现在就等我们 安静在神的面前 来到去默想 这一段的经文 语经 今天读的经文 提到份额 或者可以译做份 这个字 原意是指产业 这个意思 份额 是一度的意思 是被分出来的一部分 可以只是财产 或者物业 而在传道书当中 份额就特别 只是神赐给人的各一部分 也都即是神给人的范围 人 无法超越 或者挑战的一些东西 例如 神 给人的时间 身为一国之君 拥有一切的财富 享用世上的享乐 并且有过人的智慧 所罗门尽情地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所有他眼睛所要的 他都毫无保留地去满足 我们每一天都会看到一些想要的东西 试想下 我们所看到的都能够得到 这样会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所有能够叫他欢乐的 他都没有拒绝自己 使得自己尽情享受 原因是所罗门发现欢乐的秘诀 从劳碌所得的欢乐 这件事就是他的份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份额 能够活着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份额 能够工作 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上有一个份额 有家庭的 就是在家庭当中有一个份额 有投资的 就是在我们的投资当中有一个份额 有牢碌的 也是在牢碌当中得到份额 能够知道和去接受 什么是我们的份额 就会有欢乐 与神与人结恋 今天 什么是你的份额呢 你能够接受你的份额 从而得到欢乐吗 神给人的份额 神给人的份额 就是神给人的范围 是人无法超越 或者挑战的东西 这个信息 对你 又有什么提醒呢 在这一刻 就等我们再一次去默想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再次去默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